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中秋佳节的前夕县长徐真伟 29号的一早从秀林乡一直到封冰乡 提前慰问了劳苦功高的清洁队员们 同时制证了中秋礼盒 县长表示因为新冠疫情的趋缓 中秋廉假到花莲的游客 一定比往年来得更多 届时清洁人员会更加的辛苦 不过希望大家能够做好环境整洁的工作 也让游客留下最美好的印象 今年四天的中秋廉假可预期 游客将会比往年更多 而在此前夕 县长徐真伟29号一早在中秋节的前夕 就特别北从秀林乡南到封冰乡 提前慰问劳苦功高的清洁队员们 并制证了中秋节礼盒 感谢辛劳并且预祝队员们佳节愉快 在这里真伟啊 谢谢大家 今年真的是2020非常繁忙的一年 对不对 上半年有疫情 我们整理垃圾要特别谨慎小心 怕口罩大家乱乱丢 又不能乱丢乱忍 那下半年整个岛内旅游啊 全部都到花莲来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餐厅啊 还有我们的垃圾啊 愈来愈多 那当然这会也谢谢我们所有的清洁队员 真的很辛苦 所以环保局看到了大家的辛苦 所以我们特别透过报章媒体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不精心的丢一个垃圾在路边 或者是我们就是丢到垃圾桶里面 收走了垃圾以后 我们丢掉了 我们家里都干净了 我们想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对不对 可是真正开始工作的是谁 是我们清洁队员对不对 把垃圾收回去以后就开始说 所有的分类的工作 所有的整理的工作 通通清洁队 通通要负担起来 这就是最辛苦的 大家都不要的都往垃圾桶里丢 但是我们通通要把它收回来 所以辛苦不辛苦 很辛苦 所以真卫每次一年三年 真的都要来谢谢大家 因为大家不做的 我们做 我们收起来做 真的是辛苦 县长许正卫表示 今年因为疫情关系 清洁人员从年初就开始忙不停 而到暑假开始后 因为疫情趋缓 没到周休假日 花莲县就有许多外地游客 垃圾量也跟着暴增 可预期的是 目前中秋廉价 花莲地区的住房率都有将近九成 垃圾量一定会更多 届时清洁人员会更加的辛苦 不过大家齐心做好 环境整洁的工作 让来花莲的游客 留下最美好的印象 记者刘明胜综合报道